剛剛事宜跟我講 因為時間還沒到 所以我們來做個說明一下 那我就這邊就整個一個過程來做個說明 事實上這個案子 我們從一開始接觸到現在 應該有五年了 真正五年 那中天也整個經濟過了兩位校長 四位的總部主任 所以我覺得在一個校舍的改進的工程中 其實投入的參與都不可以投入 那我這邊也特別在這個過程中 感受到教育人員 不管先來後到 不管整個過程 對教育人的投入 那我這邊也有把一些過程 給大家做個報告與分析 之前可能大家還記得這個學校嗎 這個學校當初我來的時候 看不到什麼綠地 然後整個學校就是圍著一個操場 然後當初我就覺得奇怪 整個學校沒有綠地 所以在做改建的提案的時候 當初我提了兩個方向的案子 一個大概就是現在的一個洞青分區 然後增加一個學校率異例的案子 這個案子要花比較多的錢 我當初也很耐心說 會不會這樣的錢比較多啊 會有其他的考慮 所以又提了一個另外之前 沿著就地拆掉重蓋的案子 那我這邊很謝謝教育組這邊 對於整個一個經費的支持 為了整個對學校 學生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環境呢 他們也同意用這樣一個 比較花預算的費用 然後這樣一個方案 來做這樣一個執行的一個退展 那展明的一個過程中 有一些過程跟大家報告一下 前一陣子呢 大概去年的時候 因為大地震很好 大家都會講什麼 土壤液化整個防止的過程 怎麼樣會產生相當的危險 那我們這個地區的所在地呢 土壤剛好就是那個液化土壤 所以當初也 教育組這邊也花了很多的錢 在我們施政的過程中 事實上在我們現在 蘇丹的這些位置 下面大概做了三百多隻的地磁桿杖 但土地呢 本來好像是麻糬的東西 就變得比較結實 所以整個過程中也就是慢慢的不來 那中間還有一個過程 我大概有報告一下 謝謝整個過程中 你的學生安置 家長會對整個工程的支持 因為事工的過程中 事實上到學生的干擾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這邊真的是要特別 謝謝整個家長會對整個工程的支持 那在今天這樣一個很好的日記 也是你的心懷非常的大的感謝 謝謝大家 讓我們祝委會的同 各位來賓 身體健康 事實如意 別愛其樂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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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 謝謝 謝謝